我們請問一下 這個前磐石艦的副艦長 你的感受是怎麼樣 你覺得發生這樣的事情 關軍中的整個的回應 你是不是覺得都沒有進步 其實從事情發生到現在 一直到昨天國防部 自己出來開記者會了以後 之後稍微比較 大家比較能釐清一些東西 大家記得會之前是真的是 連我自己是軍人退伍的 我自己這樣看 我都覺得很亂七八糟 基層阿兵哥心情也很不好 基層阿兵哥現在被歧視 被獵巫 有這樣子嗎 我這樣講好了 前兩天晚上 我的小孩讀國小 他拿了一張學校發的單子 給他回來要叫家長簽名 我就看了一下那單子 他單子就上面抬頭 我也不管了啦 他第一個問題 你家中是否有在海軍工作的人員 第二個他又寫 你家中是否有人受雇海軍 你的孩子是念哪裡 高雄的學校嗎 國小 這是新增加的欄目嗎 我不知道這是新增加的舊人 反正他拿了這張單子給我錢嘛 然後第三點他就講 你家中是否有人開計程車在海軍 軍港門口排班 我其實我看了當下我第一點 他後面就寫是否是否嘛 我就說都沒有啊 後來我小孩說不行不行爸爸 就說我是海軍的 然後我說我是啊 可是我退伍一年多了呢 快兩年了呢 不行不行 老師說這個還是要寫 後來我就打勾四喔 打勾四之後我要特別註明 我退伍一年半了 其實我當然看了感覺 我會覺得今天 今天是我的小孩 如果是各位在座的小孩 你難道不會覺得 譬如說你上學的時候 你們班上誰誰誰的小孩 誰誰誰的父親是海軍的 你最近先少跟他接觸 我覺得會造成這種影響 而且我小孩自己的心理 他也會覺得 再其次 你官兵 好你真的要這麼針對海軍 我也沒話講 反正大家現在都很喜歡 反正反正就衝海軍 就哄罵 我真的沒有意義 你現在有這種強烈的被迫害感 這不是迫害感 活生生發生在你們周遭的事實 那你看我想 你兄弟們也是這樣覺得 我講實在 你看像我小孩 我真的覺得他也是很倒楣 前一陣子很多次 所以你的孩子 把那張單子交去學校了 當然要交 有沒有感受到 怎麼樣不公平的對待 我小孩是還好啦 我小孩是還好 我只是要表達說 那是我小孩運氣好 你不能保證每一個小孩 不會被其他同學排擠吧 那我也不會去怪 排擠我小 假設如果今天我小孩被 因為這樣被排擠 我也不會去怪別的小孩子 那大家父母親 誰不擔心自己的小孩 我只是覺得說 你要做疫調也好 你要幹嘛也好 我也很支持做疫調 大家防疫都是一樣的觀念 但不需要去這麼針對 真的是不需要去這麼針對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朕知道了 我想說